而且要抓我 这事情性质非常严重 我跟您说吧 原来我们那个调查署的署长 他说我是把我从原来的那个非正常上访 说成是有理上访了 后来给了他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当 我又变成是没有理了 还要抓我 他们抢我的东西我报警11次 而且跟信访局长打电话 跟公安分局的局长打电话 最后变成是我抢他们的东西了 他们不但根本没有撤出去 是假撤出去 然后反而说是他们五个人证明 五个身强力大的小伙子证明我打了他们 要抓我 要拘留我五天 我才跑了 我跑了我根本没有收到这个信访回复 他把它贴到大街上 而且配上那个汉奸说的 你看这汉奸写的东西是真相大白 这一张是他的那个 这是那三张是一个 这是他配上的东西 一共六次在报纸电台污蔑我 现在又三个假机文件污蔑我 这三个文件我都有 我们就提出来要他公平公正 这是等于说要他公平公正点 这是我写的一个 这是我写给大家的一个 我要去那个嘛 我要去吞釘子嘛 我就我 我监局要去吞釘子 他们把我拦住 天天看住我不准我去吞釘子 我没有活路了嘛 我没有活路了 我等于说他根本不是解决问题 他是把事情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 我连回家都不能回了 我两栋房子 一栋房子被他们用挖手机拆掉了 另外这栋房子的这个家 我不能回 回来他们就打我 打了我反而五个保安 出来证明是我打了他们 他们瞧了我的东西 我要求公安机关 那个鉴定 他的那个笔记 公安机关不但不鉴定 公安局的分局的局长 还说他们五个人证明我打了他们 完全颠倒黑白 他逼得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不想活了 我就想死的 是不是会 但是这份宠和那个 那个长城办他们就说 这个冤案一定会 总有一天会 那个的 总有一天会 会给我洗清点 我被他们描绘的一塌糊涂 我明明是为了大家的事 我我我我 我们造病的物业管理公司 每匹马米管理费 两块七马五 他们自己搞了个公司 给大家加了 加百分之四三点六 然后大家就说 这个我们不同意 要大家开业主大会 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就怕我 跟大家把事情真相说明了 就找人来打我 打到我们家门口去了 4月17号报了一次案 4月18号又报一次案 一共报案十几次 那公安局长还问我 你什么意思 报案什么意思 我说因为你们不管我就要报 报了十几次 他还来威胁我 问我 报案十几次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恶劣到这种程度了 我有两套房子的人 我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现在被逼到这种程度了 逼到无家可归了 逼到你到处流浪了 我只希望当局给我指一条活路 你说我这个要求高不高 我俩 watermelon 没有 podcasts 流浪 末 谢谢大家